哈囉 大家早安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我不動腦的一天 那早上的話通常會配著看Netflix的劇啊 或者是YouTube上面的節目 因為我很討厭看電視 那我比較喜歡自己上網找自己有興趣的東西去做吸收 因為其實早上還蠻重要的 你第一個收到的資訊會刺激你的大腦 然後這間的明太子法國超級好吃 完全不會死鹹 然後也不會有腥味 那早上的話保養會比較簡單 我會先讓臉上有水分 所以第一道的話通常都是比較水的 那如果剛洗完臉是可以忽略那個步驟的 那這個是新的保養品 它是白油 是日本的 那它的質地的話很像水乳液 所以 但它是油 所以有一些人很想要嘗試用油 但是它沒有好的經驗的時候 我都還蠻推薦這個的 那因為它是油的質地 所以在邊擦拭的時候 我會在手上先把油跟水會先再和一次 然後全臉擦拭的時候 會用有一點像是按摩的方式讓它按進去 我會讓它直接停留在臉上 那因為它的油成分比較薄 所以它不用按摩太久 就會吸收的進去 那皮膚的光澤度也有了 通常這時候我就會上妝 除非當天的皮膚 兩頰會更乾的話 我只會在兩頰上一點霜 或者是乳液在臉上 那這個是香提卡的頸霜 它的質地我很喜歡 因為一般的頸霜都會非常的黏稠 好像一定要那麼黏它才有辦法有用的感覺 但是它是很像也是比較舒服 就是很像輕質地的乳液的感覺 所以擦在脖子上面是非常不會有黏膩的感覺 但重點是它對我來講還算有效 因為我的脖紋就是頸紋沒有到非常深 但是它其實有一點淡化的效果 然後其實早上的保養大概就是這樣 好啦那今天也想要剪指甲跟擦指甲油 通常我指甲油卸掉之後 大概會隔一天兩天左右 我才會再去補指甲 因為其實指甲 我會讓它休息一下下 然後才會再上別的顏色上去 然後因為我小時候很喜歡 靠我媽在剪指甲 然後擦指甲油 所以其實我媽有教我一些 因為我媽擦指甲油很漂亮 然後我就會學 然後就學到一些小技巧 那剪指甲的時候我會先從 兩側先把它剪掉 因為這樣子直接剪中間的話 指甲比較不會斷掉 然後我會再去修兩邊的腳腳一點點 然後我不會剪到 就是全部白白的不見 因為甲床會 如果整個外露的話 它會很容易受傷之外 如果你的肉是沒有超過 你的肉是超過甲床的話 就是看起來手會短短胖胖的 但還是要看每個人的狀況啦 像我無名指的甲床就比較長 所以就是不能把白白的全部剪掉 那中指的甲床比較短 我就會留一點白白的出來 因為擦指甲油其實 不會看到白白的是長怎樣 OK? 剪完指甲了 但我不會擦指甲油 我會休息一下 然後去做點別的事情 應該是說不會想要讓事情的順序 變得那麼理所當然 放假的時候我會把事情打散 不會讓一件事情很像例行公事 因為其實平常工作的時候 你已經在做很多例行公事上面的事情了 所以放假的時間我會 簡單來講就是想做什麼就做什麼 我不會硬要自己會順著那個順序 一定要把事情完成 那工作的時候就是盡量把自己的事情完成 所以會花一點時間陪家裡的寵物 狗狗貓貓啊 一天給他們10分鐘 20分鐘都不為過 因為他們是生命 所以你必須要花一點時間陪他們 玩 然後也給一點時間給自己 這樣一點都不為過吧 然後他是皮耶 他超乖的 我從來沒有遇過這麼乖的狗 這隻男朋友的狗狗 很聰明喔 然後都摸摸吸摸摸完就可以開始來想吃加油 我會先上一層Base Coat 這個是烏卡的 他們的Base Coat我覺得很好用 因為他擦上去不會有一層厚厚的感覺 然後他是很像精華 他是會吸收進去的 所以我會擦出來一點點到 邊邊的一些角質的地方 讓他有點吸收 然後他也有點軟化的感覺 然後我媽的小技巧就是 他會先擦前半段 先過個色之後 會再從我們的指圓往上延伸 這樣子不會前端看起來就是非常的薄 然後顏色會不勻 這樣子看起來就會很像光療 顏色會非常的均勻 平圖就是很漂亮這樣子 然後還有因為我現在擦的是面 那前端的線的話就是要從左到右 然後把它填滿 這樣子 在美甲師的定義來講就是會收得很乾淨 如果我在做指甲可以問一下你的美甲師 好 等他乾 然後Kiko指甲我真的超好用的 因為便宜然後又快乾 顏色也飽和 然後我會再用UKKA的TOPCO 他材質非常的薄 所以擦起來是一種很精緻的光感 就是很日系的精神吧 就是他的魔鬼是藏在非常細節裡面的 你的紙面看起來會非常的精緻 然後不會有那種很厚一層的感覺 因為如果太厚的話 你的假面看起來會凹凸不平的 其實蠻不好看的 然後他的BASECO TOPCO 其實他連指甲油都很漂亮 大家都可以去試試看 真心推薦 然後就跟皮A完 這是寵物治療師去騎幫他買的 因為他有分離焦濾症 所以那時候治療的時候 然後又在玩具上面噴一點 好像是讓他放鬆的 噴霧 然後他聞到這個味道 我不知道是本能還是什麼 因為他好像有點獵犬的 的犬種 所以他 他蠻喜歡很像丟飛盤 或是丟玩具那類的遊戲 然後寵物治療師有說 然後寵物治療師有說 就是盡量是往上去抬 讓他的頭盡量往上抬 然後就是 每天至少跟他玩 大概10到15分鐘吧 如果有空的話 然後就是會撕咬著不放 這玩具已經被他咬爆了 超可怕的 大家就是很喜歡 好像鯊魚 已經瘋掉了 然後男友打完籃球回家 他就買晚餐回家了 今天就是廢物女友的一天 然後他去買米粉 然後魚卵湯 魚卵很像做的跟蛋糕一樣 其實不太敢吃 然後如果那天沒有出門的話 我就不會洗澡了 我媽咪現在都睡在房間 他現在晚上都會跟著我們睡 然後狗狗就會睡外面 然後如果 因為我的皮膚是比較乾性的 那我晚上沒有出門的話 我也不會再上保養品 就是一天上一次 因為我皮膚是偏乾性 但是肌膚狀況是健康的 所以我的皮膚是可以 有一點點雞斷食的方法去對它是OK的 那睡前的話 現在是盡量會 讓自己 冥想 大概 二十分鐘 左右 二十到三十分鐘 就是 讓自己靜下來 然後 除了睡得很好之外 做事也都還蠻容易轉型的 所以就還蠻延續這項習慣 那今天第一支的VLOG就到這邊啦 我們下次見囉 大家晚安 拜拜